还有本周四立法院就要选出各委员会的赵伟了 国民党立愿党团在共识营经过两次闭门投票 达成了礼让民众党一席赵伟的决议 这峰回路转的赵伟蓝白河传出引发蓝音的支持民众不满 国民党的内部更是杂音不断 当初坚持不礼让的侯孟凯低调的说会尊重党团大会的共识 资深立委赖世宝则是说疑似规划礼让财政赵伟 如此一来很有可能就是民众党立委黄珊珊了 但是黄珊珊没有正面回应是否愿意接下 只说要保持最大善意 民众党团总招黄国昌新会期将进入司法委员会 而周四就要进行攸关牌安全的招委选举 日见国民党倾向不礼让 现在峰回路转又有蓝白河空间 开大门走大路搭成一致的共识 蓝音党团周末在花莲举办的共识营 大约40位蓝委投票表决 是否礼让一席招委给民众党 两次投票当中一半没表态 最终赞成占多数 立委业远之更透露票数悬殊 但这样的转折让蓝营基层很不满 好不容易人民投给国民党那么多的习次 却把重要的招委说要礼让给民众党 难怪蓝营的支持者会骂成一片 并不是最后最终的决议啊 大家就是授权给党团山长来跟民众党做 就是说做沟通 党主席朱立伦先灭火 强调是决定合作方向 没有说一定要怎样 蓝委也重申 攸关国会改革的司法委员会 绝对不让 有人跟我讲说 好像规划是财政 如果真的是礼让财委会 那就是民众党立委黄珊珊 我们都保持最大的善意 重点是改革 这些法案比任何位置都重要 招委选举前来迎态度大转弯 毕竟强调open mind副总招都发话 先前坚持当仁不让的书记长洪孟凯 只能低调回应 尊重党团大会共事 就怕国会蓝白河第一步 走中城军运事件2.0 双方都不把话说死 伪在与合作保留空间 记者综合报道